新闻万象关键时刻 绿丰法律集团 新闻新闻 今天普丁的前脚才刚刚离开俄罗斯 他才去拜访北韩去拜访越南 没有想到他的后院马上的失货 我们看到现在火光四射 在亚苏海周边的亚苏镇的除球场 还有克拉斯诺达尔的利游场 全部都被轰炸 而且这个轰炸的威力非常的严重 你看到现在这个火光漫天 而且这个火光这个火延烧到在周边 那你想说只有在南边吗 没有 现在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 重要军工集团 苏霍伊的设计局 它的大龙也传出了大火 现在俄罗斯几乎已经没有能力 去阻挡苏乌克兰的长城火力 现在乌克兰它透过了无人机 它透过了长城的火炮系统 它竟然干嘛 我想打哪里 我就打哪里 就算是离边界有五六百公里之院 也都在整个苏乌克兰攻击范围内 更夸张的是 现在俄罗斯已经很多的上三百四百 被打到已经没有防御能力 它现在防御能力居然还要从千岛群岛 这个地方去掉这个所谓的上三百 掉上四百过来 更夸张的是沃夫昌斯克 这个地方我们之前讲过了 它很多的部队一个一个的被包围 一个一个被歼灭 而这个歼灭的行动竟然还是现在进行事 好 我们今天请到来 每个地方首一当 财经专家黄磯 宋敬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战略专家林凌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政铁杳慧珍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资政铁杳慧珍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财经专家吕国珍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军事专家陈国敏 大家好 好 刚刚讲的 普丁才刚刚出国访问 普丁才出国访问的时候 当然讲他要巩固他的一个帮颖 要巩固他的武器的供应系统 就没想到他前脚刚走 6月15号刚离开 刚刚讲的很多重要的兵工厂 很多重要的游库 很多重要的利用厂 竟然一个一个爆炸 更不用讲 在整个乌军地区的沃夫昌斯克 本来是俄军要去包围乌克兰的 现在不但被反包围 不但被反包围 还被一个一个戒灭掉了 没错 接下来即将进行了 俄乌战场上面的所作所为来说 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台湾参考 为什么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话 F16来到这个地方了 已经要进来了 F16对决萨姆300 对决萨姆400 宝杰这就是未来两岸 可能会发生的剧本的排演 另外包括说最近乌克兰出动了 大量的无人机的这个对决 无人机也是未来两岸战场上面 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其实呢 我们从这个美苏装备的对决来说 也可以为未来我们台海 假设发生冲突的时候 可能的剧本可以做一个 模拟的这个状况 也就是今天台湾用的武器 就像乌克兰用的武器 今天中国用的武器 就像是俄罗斯的武器 如果你在这边等于说攻打的时候 那就是未来台海 如果发生战争的状况了 对 而且这样战况来说的话 对普丁显然越来越不利 你看他最近一段时间 还去拜访了这个朝鲜 然后又要去越南 你看他说什么 我们俄罗斯跟朝鲜签了一个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 然后就承诺一方说到威胁侵略的时候 要提供援助嘛 所以显然他是要提供援助给我啊 不是 你今天俄罗斯 对 什么时候需要北韩的援助了 堂堂俄罗斯需要小老弟来援助 以前都是 你把北韩放在你的羽翼之下 受到羽翼的保护 对 今天你居然要跟人家签订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 对 所以显现了他打到的确是有一点点筋疲马困的这个状况 好 另外一个是什么 因为他才离开没多久 俄罗斯大后方马上就遭受到非常多的攻击 第一个在前线包括亚述镇的除油场 现在我觉得俄罗这个乌克兰的战略很清楚 我在路面上我们就继续的僵持 但是我绝对先把你的后援部队全部把它打掉 包括说你的炼油场 包括说你看另外一个叫克拉斯诺达尔的炼油场 我都先把油场打掉 油库打掉 让你前线没有油嘛 你没有油你怎么打仗 另外一个在莫斯科的这个重要的军工集团 叫这个苏霍伊设计曲的大楼也传出火灾 我觉得这个苏霍伊设计曲是什么呢 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军工产业 苏凯系列的飞机就是由他所设计的 由他所生产的 现在我也来攻击你 所以显现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俄罗斯的这个大后发 似乎已经让乌克兰的无人机 或是乌克兰要攻击你看 他可以攻击到莫斯科 可以攻击到这个克拉斯诺达尔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其实都不是前线 都是俄罗斯的大后方 所以我们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到说 现在这些无人机都是干嘛 进行远程攻击 而这个远程攻击 已经对俄罗斯造成其他的影响 不管你是亚述镇 或是克拉斯诺达尔这个地方 刚刚讲你在油朝 未来都是要支援克里米亚 如果把这两个都端掉 那克里米亚有没有成为孤城 克里米亚如果成为孤城 他还守得了吗 更不用讲刚刚讲的2004年以来 现在已经有7家俄罗斯的炼油设备 停工了 对 没错 我们看到这个地图就非常明确 就是说目前为止 乌克兰用非常多无人机去攻击 你看亚述镇 亚述镇以前过去是乌克兰的领土 它当然是在乌克兰内 但是你看它攻击这个港口城市 亚述镇之后 我们给大家看 用什么攻击的 这一张看得非常清楚 你们注意到这边有一个洞 这边有一个洞 就是无人机所造成的一个洞 撞进去 然后造成这个油草爆炸 就是这个洞 所以你看这个绝对就是无人机的样子 就是无人机这样飞进去 撞进去 然后让你形成一个大爆炸 另外克拉斯诺达 我们看它其实在这个地方 它距离前线有一段距离 它照样也能够飞过来 之后把你打掉 所以目前为止 它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俄罗斯本土的这个练油厂 都被打得差不多了 他们现在俄罗斯居然要跟白俄罗斯 采购汽油 然后还要跟哈萨克说 你要供应给我 你是采油大国 你是天然气大国 就你这个采油大国 居然跟人家买油了 因为它的练油厂都被打掉了 练油厂打掉 没有办法练油设备 所以现在你就可见 你看 连它都要跟白俄罗斯买油 要跟哈萨克买油 你就知道说 其实它目前为止 前线的补给 似乎是出了一点点的问题了 因为路透社就报道 它现在第一季 第一季俄罗斯 有7家的这个工厂 炼油工厂 已经停止生产了 对 没错 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 然后你有被炸掉 所以现在对俄罗斯来说 油怎么取得 这是很大的问题 那因为油被打掉的时候 当然要加强 我们目前的防空设备 对不对 所以到最近一段时间 俄罗斯 因为听说啦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不是都看到吗 这个乌克兰它又派出 非常大量的无人区 去骚扰你的 萨姆300 萨姆400 甚至用陆军 这个战略飞弹 去打你 打掉你一堆 所谓苏30 苏40 这个S300 萨姆300 跟萨姆400的基地 阵地 把你打掉 打掉了目前为止 保持人知道 他们说现在 现在这个克里米亚这边 几乎是完全没有 这些萨姆300 没有萨姆400 没有萨姆400了 被打光了 对 被打完了 我们现在这是一个消息 他说俄罗斯已经耗尽了 长城的防空这个飞弹 所以他们 他说最近一段时间 乌克兰已经毁了 上个月 就毁了15套的 萨姆300 萨姆400 所以现在 一个月就没了15套 所以现在俄罗斯把千岛群岛 原本布局在这边 要对付日本的 他把它移过来 移进这个克里米亚 你就知道现在 对这个俄罗斯来说 显然从很多地方 全部都要调到 这个乌克 调到乌克兰的 这个前线战场使用 你就知道 目前为止 真的是相当吃紧的一个区别 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 他等于证明了一件事情 对 现在俄罗斯的防空能力 完全挡不了的 乌克兰之前的 不管是海马斯火箭 ATSEM 或者是无人机的攻击 你根本让这些人 无入无人之地 无入无人之地 刚刚讲的 一个月就要被端掉了15套的 萨姆300 萨姆400 对 你根本 你防空武器被端掉了 端掉以后 你什么都没有 你还要掉新的货来 对 而且他现在还把萨姆500 他们还在验证之中 把他放在克兹大小 因为他很怕 你把克兹大小打掉之后 我就没办法跟克里米亚连结 所以他事实上 但是你说乌克兰他也不疾不虚 因为他知道这个 目前为止战事略为往他这边倾斜 譬如说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知道在前线 沃夫昌斯克这个地方 原本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军队 在这边互相的僵持 僵持之后 结果没想到 乌克兰突破了之后 这个俄罗斯的军队 就被包在附近的这个建材厂里面 结果没想到 他们一直不断的突围 不断突围之后 结果突围不了之后 保洁你看最后 最后他们就被 被俘虏了 公开这张照片 他们就公开的投降了 那为什么投降呢 因为原本他建材厂的话 他们是想说 跟过去亚述营守这个工厂 要我们可以守住 可是因为乌克兰 跟他们丢所谓的 GBU-39的SB这个飞弹 这个飞弹就是小型的飞弹 他们炸进去 炸进去不断的炸 不断的炸之后 他们知道说完蛋了 我们会被攻进去 我们就只好投降了 这个沃夫昌斯克这个地方的 俄罗斯的地面部队 已经出现了略为的 败向的局面 就知道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俄罗斯在地面上 似乎是战事也开始 有一点不利了 我就讲 乌克兰的战略很简单 我先把你后勤都端掉之后 慢慢慢慢前线我耗你 而且我一个一个 一个小局部的 把你慢慢的歼灭掉 好那其实对乌克兰来说 或是对俄罗斯来说 最不幸的消息 有准备要来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F-16 目前为止来说 越来越多架 你知道目前为止 西方世界要给 这个乌克兰的F-16 现在根据统计 已经来到116架 而且美国还会给它 AIM-120的这个飞弹 是120公里 所以接下来呢 俄罗斯的空军 大概完全没有办法阻挡了 包括说苏-35 苏-30都没办法阻挡 那是不用讲 苏-57也没办法阻挡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所谓空军的实力来说 可能会被俄罗斯 会被乌克兰完全掌握 掌握住之后 你就知道说 接下来一段时间来说 第一空中我也掌握 然后我又无人机攻击你 然后我又掌握了这个 慢慢的路面上面 也掌握优势的时候 俄罗斯自然就会陷入一个 比较僵局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说最可怕的发展是 F-16如果进去 F-16的116架 来对上的苏-35 对方的苏-30 对上苏-57 这个时候的对决 当然台湾要勾度关注 是 F-16能不能逃过上 300-400的一个突击 是 它对于苏-35 对苏-30 这么大规模的攻击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战功 至关重要 那没错 因为很多中国的飞机 其实也是参考俄罗斯的设计 你看 他们对决的是这个 这个R-77A的 这个空对空的飞弹 射程是100公里 但是AIM是120公里 所以大家来看看 120公里的 应该是可以胜出 那如果假设 这个F-16 可以压制住 这个俄罗斯的空军的话 那表示 它的战斗力 其实还是非常强的 Livo 我们在俄罗斯战场上 看到这五人机 真的是越来越重要了 你看他在沃夫昌斯科 这个战场上面 俄军不弱 俄军也是他的王牌军 他往前推进的时候 也是按照 所有的轿战总则里面 我占到了一个战略要点 然后呢 战略要点 我不防不防 我往前推进 可是没有想到 当我抢占到了一个化工厂 开我不防的时候 居然无人机从天而降 对 无人机开始把这个GBM的 这个飞弹一个一个打下来 我跑都跑不了 对 其实在乌夫昌斯科 那边来讲的话 俄罗斯它是王牌部队 它也是点线面 一个一个战略 一个战略位置 往前推进 也是往前推进 可是这个画面大家看到了知道 这是什么画面 这就是当你要在抓甲运兵车 在往前输送人员的时候呢 它竟然一辆一辆 就把你给飞到这里面去 然后 就把你给炸掉了 所以你现在不是说 在过去来讲 我把这个运兵车上面 铁格加盖 对 或者是其他地方加盖 只要你有个瞭望台 只要你有个人员出入口 它已经可以从上面 下来低飞 然后平行 找到AI 找到你哪个口 然后就进去 进去就炸开了 炸开之后 你一个都跑不掉 所以我想呢 你的坦克搭局 虽然非常的厉害 可是你是2D作战 对 你碰到无人机 你就完全没有办法了 对 而且呢现在来讲 无人机可以说是3D作战 你除了在地面上面的装甲 运命车 会被它炸得开花 直接冲进去 直接冲进去 所以呢 你根本就是尸骨无存 但是你想想看上面 如果对方也有柳叶刀呢 他们也有啊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的FPV 最便宜的一台多少钱 500块美金 竟然可以在高空拦截 他们的柳叶刀 俄罗斯的柳叶刀 一台要5万块美金啊 它可以在空中跟你对峙 然后呢 它可以搜寻 可以找到你的飞行路径 然后呢我就跟你对撞 大家一起死 为什么 你一台要5万块 我一台FPV 只要500块美金 所以炸完之后呢 这个残骸就拍下给大家看 以后你的柳叶刀 你也不要想轻易地 进到沃夫昌司客 建议地进到这些战场上面 因为你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呢 我可以找到你的飞行轨机 然后呢 我就给你 玉石俱焚 你说我一个500块美金的飞行器 我居然有AI的功能 我可以直接征收到你 我可以直接 在你在空中相撞 对 就在空中相撞 就像不像以前的神风特工队 反正呢 我就给你炸下去 炸下去之后呢 你5万美金 500美金 大家看 谁占的便宜比较大 好 那我们跟安长 这两天美国也通过说 卖给我们两款的 一个是弹簧刀无人机 另外一个是 Altis的 这个所谓600 反装甲无人机的这个系统 这两个系统 我们再去了解 它都在恶物战场上 经过验证的 都在恶物战场上 发挥极大功能的 对 这两台无人机 都是非常非常简单 而却非常非常好用 它不用一个特别的轨道 它不用弹射的方式 它直接放飞 然后用iPad就可以来进行操作 用平板就可以操作 然后这个弹簧刀无人机 总共再加上Altis 这个600M无人机 总共加起来 大概要花3.6亿美元 总共是116 116亿台币 那这个一台 只要8万块美金 所以这个到底有多厉害 它只要打出去之后 它可以飞行20公里 然后它可以制空20分钟 所以弹簧刀 只要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之前不是有人从淡水渔轮码头 就进来了 那你这个东西 其实巴里 这边淡水 巴里是他们共军 最有可能第一波攻击的 只要我们部署在新庄 卢州 因为距离大概就是多少 20公里 所以我们只要发现 我们就可以飞射出去 因为它有这个眼睛 它去找一个城镇之后 它原本以为 这是一个战略目标 要进行攻击 结果它下去 下方要攻击的时候 45度假如要杀进去的时候 发现 哇 是个老弱妇人 它可以自己再拉高 它可以自己AI决定 它可以判断 它可以判断 这个不是我要攻击的目标 所以它可以拉起来 但拉起来之后 后面还有 它可以在这附近 另外去找寻 它从它的地形地貌 它可以找到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碉堡 当这些人员 它在巡逻的时候 有带枪枝 或者是有一些火要反应的时候 它就直接把它炸下去了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我要清理战场 在过去来讲 我要人员部队 像俄罗斯一样 点线面 一个一个往前 现在来讲 我们买的这些东西 这些奥提尔斯 我们就把它丢出去 丢出去之后 四个小时 里面的爱都被我们清理光了 我们这样往前 我们的人员 就不会受到这么大的一个伤口 所以这两款无人机 是好用的无人机 这两款无人机 都是非常好用的无人机 而且最厉害的是 经过这两年半的俄乌战争 都已经熟练在熟练了 然后把它更新之后 这些所有的东西 过去来讲 武器为什么大家觉得 你每次都吹得这么高 但是俄乌战争 直接有一个实际的色役 实打实 对 实打实 你能不能把俄罗斯里面刀 给拿掉啊 你能不能够真的是 找到正确的地方 把它给杀死 不要负伤无辜 这就是最大的好处 好 官员 刚才讲的 美国现在卖我们两款的无人机 花了我们116亿的台币 第一个 这个所谓的弹簧刀的 还有Artist的 这是两款好用的吗 在俄乌战场上 都已经经过验证吗 还有就是 我的操作系统在20公里外 就等于说我在新装 你这淡水河口 有任何的状况 它可以马上行动吗 说真的这个算是神兵利器 神兵利器 神兵利器 所谓神兵利器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新装 有一个大卖场 我们去操作这个无人机 怎么可以看到巴黎之外的战车 那其实现代化的无人机很聪明 很聪明说 他们传回到影像 会传到你的手机或平板APP 那平板APP 其实不用经过特别设计 它其实还内建软体 什么软体 就是说影像识别 譬如说 这个是敌方的战车 还是武方战车 它都会自动提醒你 那如果说今天 彈簧刀看到说 这是敌军的战车的话 其实它就可以 在你的手机或APP出现中 一个警訊说 红色的 表示说你可以按 那为什么可以按呢 它好像我们的购物车 购物车 真的就是点选这样子 就点选这个战车 因为它有第一目标第二目标 对 然后它可以点选说 你要先点选打哪一个 你在新装点 你就可以到巴黎之外去打到它 所以这个算是神兵利器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今天如果我有了彈簧刀 我上面会有一个iPad 我这个iPad上面 对当地的状况 我会有一个星链跟我连接 连接等于说 我今天在新装 可是巴黎所有的地形地物 你今天在巴黎上来 巴黎或者是说今天带水河扣 你上了多少的坦克 你上了什么样的战状况 我这边都知道 所以我的彈簧刀上面 就有很多的萤幕很多的点 这个点就是对方的战机 对方的战车 对方的装甲部队 我只要按一下 我的弹簧刀就会追寻 我的弹簧刀就会把它打掉了吧 对 然后就是 其实那个软体很重要 基本当然就是内建资料库 内建资料库就是敌军的资料库 那其实内建资料库 其实它会提起说 你这个要打 那个不要打 其实说真的蛮聪明的 但是它的缺点 就是比较贵 比导演判断贵一点 但是比反战车飞弹还比较便宜 反战车飞弹你要去扛着 去对抗它 一两公里你要去扛着反战车飞弹 去射击它 你的标枪飞弹 对 你要有很大的勇气 那其实这种弹簧刀无人机 其实说真的 你不太需要勇气 那基本上来讲 你只要操作界面 所以说真的 它很简单教学 我们大概交谈了十分钟之后 你就会操作 我也会操作 那其实不只是一线部队会操作 连二线部队也会操作 所以像我这种死老百姓我也可以用了 绝对可以用 因为现在大家习惯用手机 那其实手机或PD或平板界面 大家都很熟悉 它只是说 把购物车的概念做什么 换成敌军的战车 装甲车 或说部队集结处 然后它会提醒你说 这个红色点要打 所以其实说真的 现代化的科技很方便 然后这有助于拜AI智慧之士 那另外就是 你现在讲的弹簧刀是20公里 可是ARTIAS更厉害 ARTIAS可以在空中滞空 长期滞空它可以飞到400公里 也就是说 今天中国的任何的人 不管是你的战舰 不管你是你的机动车辆 你只要到了台湾海峡 我都会马上知道 而且我可以进行攻击了 对 其实我们刚才觉得 就是说长时间滞空的无人机 虽然说我们没有在第一时间打到它 但是它一旦升空之后 其实对方也知道说 原来你上面有 就几架这个ARTIAS在干什么 在好像老鹰盘旋在高空一样 监视着你 那其实对方要打 所以很不容易打 你要用防空飞弹打 可能打不到 你要用机枪打 打不到 所以你旋在中高空的一个无人机 到处监视你 你还敢存动吗 我不管你今天出动一艘075 还是两艘075 还是一大批的船船 其实我在上面都看得到 那其实上面看的话 其实我们把这个无人机 想像成自杀无人机也可以 你说ARTIAS可以当自杀无人机 对 你可以想像成自杀无人机也可以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中继的无人机也可以 说真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悬 就是说以后的战争会变成大型无人机 带小型无人机 无人机去冲锋接阵 那之后都用光了 才轮到有人战机 有人战车 有人火炮等等 未来的战争形态不是我们能想像的 所以地域警官就是这么来的 对 其实地域警官就是这样 那其实有人会说 美国这个产能不足 其实不对 就是说这个方面 是用中国的生产大将无人机 去反驳 美国的军工业实在 其实不对 军规的无人机 跟民规的无人机 它的产能是不能比你而遇的 好 郭正 该讲的 现在大家提议说 你若要所谓的地域景象 你要数千台 甚至上万台的无人机 依照美国的这个产能 它怎么可能 跟你说不对 我们现在不是讲吗 我们现在我们的台积特 是我们的护国深山 应该讲我们的科技业 是我们的护国深山 我们现在科技业很恐怖 我们科技业不是去做平板 不是只有做PC 不是只有做Notebook 不是只有做伺服器 现在刚刚讲的 尾创已经进到了经纬航空 也就是说 我们的科技业 已经跟我们的无人机绑在一起 我们的科技业恐怖在于说 只要它进到任何地方 第一个它可以coast down 第二个它可以大量深山 第三个 它可以把AI的技术带进来了 对我们的无人机产业 因为这几天会有产生革命性的变化 就是AI进到无人机的行业 伟创花十亿入主经纬航太 对经纬航太自己也承认那件事 以前要诟病的公司 其实是很难 为什么它张开双手 欢迎伟创进来 变成董事长自己 变成总经理 为什么 因为伟创进来 第一个它会帮无人机加上 所谓的像 把AI加到无人机里面 所以当无人机飞上天的时候 它会回传大量影像 接着大量的边缘运算开始算 所以你就会把所有的 整个飞行状态 所有的状况都传回来 接着有高速运算之后 你要回避 要碰撞 遇到感染的时候 你可以换频道 这个是伟创入主之后 AI加入无人机里面 会产生的功能 所以 可是我是外航我也不懂 伟创有那么厉害吗 伟创平常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伟创进到了 这个所谓的经纬航空 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咧 对无人机来讲 刚才提到大疆 大疆其实讲一句话 很清楚 它就说无人机是什么 是iPhone加上四个定旋翼 就叫无人机 那时候大家很喜欢讲的这句话 可是如果现在 如果伟创进去的话 就是DGS或GB200加上四个螺旋翼 那还不是AI飞上天吗 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啊 伟创加进去 就是GB200加上四个定旋翼 还不是iPhone 所以伟创能提供 就是大量的边缘预算 而且台湾你看做镜头很厉害 有欲金光大力光 你一样同时可以回船上飞行的时候 看到很多大量以上 你可以回船到控制中心 或者是你的AI资料中心 你可以快速算出来 它应该如何去反映 接着碰到所谓的有干扰的话 你还有低轨卫星技术 台湾也有这个技术 所以AI加上低轨卫星 加上这样边缘预算的时候 无人机当然会变越来越聪明 所以经理反映是因为这个原因 张开双手欢迎 而且自己也说 我们的无人机产业 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是他自己说的 产生革命性的变化 因为有这些功能 那这些功能 其实是台湾的强项 只是以前运用 大量运用在AI 跟所谓的科技领域 第二点 刚才讲到产能的部分 台湾最厉害是什么 当你从原型的实验品的时候 要扩大一亿两亿 扩大到一兆 台湾都做得到 所以我们可以大量生产 对大量生产 你看一个手机 从刚刚开到实验 苹果说 你实验出来 开始做 一下子就几千万支 不是快速铺到市场吗 所以伪创营业额是上千亿 几兆的营业额 是这样做出来 我们电子业是几兆营业额 所以 所以你说 我可以做iPhone 我就可以做无人机了 当然啦 现在不是iPhone 现在是GB200 装上翅膀 飞上天 这才是厉害的 而且你看 经理航代现在营业额才一亿多 如果它要扩充到一千亿 对于伪创来讲 太容易了 不就是导陆大量生产吗 而且做的品质 其实是世界一流了 有哪一个国家的生产品质 能够超越台湾 光明 你先把我们带来这张图里 非常难学 当我们看这张图 我们外号人看不懂 可是他们会想到 这几个飞机 它是有西班牙的 有德国的 有法国的 它有飙风战机 有龙卷风战机 它是各个飓风战机 全部都来 西方北约最好的战机 跑到哪里 跑到了库叶岛 跑到了俄罗斯的外面 跑到了俄罗斯的外面 刚刚讲的 我根本就在跟你画下一个结界 现在这个战争 已经不是只有在俄罗斯 也不是只有在台海 没有想到 北约去哪里 北约居然已经到了 日本海的上空 已经去包围俄罗斯了 说真的 其实我们都认为说 这些欧洲国家 在太平洋没有什么利益 其实最近 在美国的领导下 美国说 为了维持印太战略的和平 然后我们预期北约的一些盟国 来一起 来捍卫 民主自由的决心 那在美国的号召下 其实美国可以指挥 就让这些法国 德国飞去做什么 参加联合演习 联合演习是什么 它一定有针对木曜 针对木曜是谁 不是中国就是俄罗斯 那我们再看这个地点 这个地点在阿留森群岛跟阿拉斯加 那很明显的 其实阿留森群岛的西半部 是属于俄罗斯的 所以其实说真的 这个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那我们刚才不是提到说 不是有三百四百飞弹 往西掉了吗 对 这个不就刚好空防空虚 空虚了吗 那其实美国他们也算说 刚好你俄罗斯的防空飞弹 西掉 我刚好趁虚而入 但是我是用演习的名义啊 我是用美德 或说美音或美西 共同演习 我没有要打你喔 所以你从千岛群岛 把SAM300 SAM400 掉到了俄罗斯战场上 去保护你俄罗斯的领土的时候 西方北约的飞机就过来了 其实战机飞旋 其实非常怕地堆空飞弹 那其实美国他们都看到说 你的地堆空飞弹不见得 西掉了 那太好了 这不是刚好趁一步 打死你俄罗斯的机会吗 是 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 铁卫 刚刚讲到 现在北约在整个东亚的角色 越来越耐人询问了 你想想到 他不是要去成立一个亚洲版的北约 他从这张图 还有最近北约开会的这个内容 北约已经把东亚 把日本 台湾 韩国 包括菲律宾 全部都纳进去了 对 我们知道 美国其实不是要建构 亚洲版的北约 它是事实上 已经就把北约 所有相关的国家 拉到亚洲这个地方来 拉到亚洲这个地方来 就是把北韩 中国以及包含伊朗等等这些国家 整个包围在这个包围网当中了 你这一讲我还觉得我不太相信 可是刚刚讲的 这只有法国的飞机 只有德国的飞机 有西班牙的飞机 而且把他们的主力战机 飞到哪里 就直接飞到了西太平洋了 对 其实最主要的据点 就是跟日本之间的合作关系 你知道日本它常常跟一些国家 以及使用日本的港口 都可以来进行这个维护 那这时候你看到这个图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明显了 因为在7月9号 准备回到华盛顿 来举行这个75周年的 北约的这个高峰会议 这个高峰会议 其实就是美国 准备要把北约 往外扩 扩到整个全球性的 这样的北约的概念 为什么呢 你知道北约 除了这个北大西洋 两岸的之间的 这样的国家之外 另外现在它也跟很多国家 建构出所谓的全球伙伴关系 这个全球伙伴关系 包含什么 亚洲的四个国家 日本 韩国 还有澳洲跟纽西兰 这四个国家是最主要的 另外来讲的话 巴基斯坦 还有在这个中东来讲的话 这几个国家 跟北约之间的合作关系 我们其实看到最近 普丁跑到北韩来 跑到越南来 其实都在建构一个东西 叫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这个我觉得 非同小可的原因 是因为双方似乎 已经在进入一种 所谓的强化结盟状态 这个状态有点跟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种 你说大家都要拉帮结派 对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乌克兰的事情来讲 北约已经强力出手 甚至于北约 甚至于说现在提到说 是不是未来整个 从4万的部队 提升到30万部队的 这个概念 而未来有没有可能 进入到这个战场上 去进行地面作战 你说北约进到俄乌战场上 对 跟俄罗斯之间的军队 会不会有直接接触的可能性 这时候其实普丁 也要做一件事情 巩固他的后方 包含中国 北韩跟越南这个地方 你知道 他其实普丁 有24年没有到北韩去了 对耶 而且普丁其实 早就已经跟越南 他们已经建构出 全面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为什么这一次他去了说 说要再强调 强化战略伙伴关系 他怕越南跑掉吗 因为越南去年 就跟拜登 搞一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对 那美国已经把手伸到 越南这个地方来了 整个要把他的 挖墙的脚包挖走 现在普丁来讲的话 好好的原本 他们这些国家 你不要说 这个俄罗斯 他已经变成民主国家 他其实还是个独产 还是一个共产 类似那种过往的 共产的概念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这些国家 他们在做一个动作 叫做结盟动作 我从来没有看过 金正恩 他在凌晨三点的时候 亲自到了这个机场 去接这个普丁 当然我们说普丁 他常常迟到没有错 但是你知道金正恩 这个动作 而且这个普丁 又让给这个金正恩 说你要坐车的时候 我要大卫让你坐 主卫是给金正恩 对这个概念是什么东西 就是当然 第一个普丁有球于北韩 没有错 希望你的炮弹能够提供我 但是什么情况之下 需要炮弹提供给你呢 中国不给了 就是可能中国 已经开始在两边 在游走的情况之下 在美国强力制裁 美国一直在警告中国说 而且北约秘书长 也警告中国了 不仅北约秘书长 还有美国 都不在提醒中国说 你官方没有提供没有错 但是你民间在提供 那对中国来讲的话 民间能够提供 一定是官方开绿灯嘛 所以我可能 要对你出手的情况之下 这时候中国可能 在两边的游走 而北韩呢 可能作为一个炮弹提供国 这时候可以给普丁 相对的后勤补给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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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